修士族制 纵观天下 为李氏独尊 为巩固中央集权 加强统治 李世民竭力为提高自己及其家族的社会地位而动脑筋 煞费苦心地去修了一部士族制 李唐王朝的建立依靠关隆贵族为骨干力量 同时也得到了山东士族 江南士族和部分数族地主力量的支持 贞贯初年 随着对各地大规模军事征服的结束 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 以及政治统治逐步走上正轨 为了巩固中央集权 稳定统治秩序 调整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 唐太宗采取修订士族制的措施 以加强其统治力度 及提高朝中新贵的社会地位 士族制的修订方针 不拘泥于以往历朝的贵族特权 而是崇重金朝冠冕 这样一来 原有士族地主作为贵族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 而数族出身 位级高官的人则可以浦中有名 并能够与过去的高门助兴在浦中平起平坐 由此带来了士数阶层力量对比的新变化 这种政治上的重大变革 引起了门帝观念的变化 唐律规定无品之家可以终身免除摇曳 无品以上官员才享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 所以原有的门阀贵族想要取得种种特权 都要通过科举制度入室这条道路 士族就是士族 即通常意义上的贵族 唐朝初年 社会上所认定的士族都是南北朝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士族 东汉时期豪强大地主随着经济势力的发展 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也逐渐加强 被称作士族 东汉后期 门帝成为做官的先决条件 出现了公门有公 清门有清 累势公清的局面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政治更是从国家法律上确立了士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世袭特权 这标志着门阀制度的形成和巩固 随着这个集团的形成 地主阶级内部的财产及权力的再次分配都以门地为主要标准 门阀士族地主以外的地主称为数族 寒门 士族与寒门之间不仅政治地位不同 社会地位也是非常悬殊的 他们之间不仅不通婚 生活习俗也有严格限制 士族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 防止门地混淆特别重视普学 这样一来 普学便成为一定历史时期 政治的附属品和反光镜 东晋政权是以北方大族为主体 联合南方大族共同执政的政权 在东晋政权的保护之下 门阀势力达到鼎盛 门阀制度则更为巩固 南朝时期士族地主衰败 数族地主在政治上的地位却逐渐上升 在中央政权中 韩族地主充当中书省的通市社人 参与机密 出纳亡命 权势更为显赫 北朝时期 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 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其中一项便是重定士族门阀 目的是让显卑贵族门阀化 使他们和汉族士族处于同等地位 北魏末年 汉化的显卑士族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随政权建立之后 最高统治权掌握在官隆贵族手中 随文帝扬间废除九品中正制 实行地方左官由中央任免的制度 取消了士族地主 世袭做官 世代控制地方行政的特权 随朝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 这标志着士族特权制度化的终结 但是士族门阀制度的崩溃并不等于士族的彻底消失 极致唐朝初年 士族虽已失去优势地位 却仍然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 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在唐朝初年的实际政务处理中 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还起着重要的作用 唐朝建国之后 入主官中所面临的东部形势是复杂的 那里不仅是山东士族的根据地 而且也是农民起义的中心地区 要想对山东地区进行有效的控制 必须任用山东士族去解决山东问题 因此 山东士族在唐高祖时期的中央政府中 便占据一定的地位 之后 山东士族地主迅速崛起 并逐渐成为一种 对政局具有重大影响的力量 唐太宗即位后 在重用的大臣中 山东士族出身的人数 占有很大的比例 唐太宗时期的28位宰相中 除唐高祖时的旧相外 唐太宗自己任用了22人 其中山东人占了一半 他们是高士连 房玄陵 魏征 温艳博 戴昼 李济 张亮 马周 高继甫 张行成 崔仁诗等 其中绝大多数出身于数族 处于政治核心地位的官隆贵族 包括李唐皇室在内 虽然在政治上有着绝对的优势 但就其社会地位而论 还不足以与山东旧贵族相抗衡 山东与江南士族的文化底蕴 较之李唐家族要高出很多 那时看重的是文化传统 关隆集团的柜门 包括李唐皇室在内 都不具备这个条件 因此 他们仍然不被文化显族所重视 这种情形直到唐末也没有改变过来 在门阀制度下 社会地位是以婚配来体现的 婚姻问题在封建社会里 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 在士族制度的鼎盛时期 婚姻与官患不仅是高门士族的大事 也是区别士族与数族 高门与寒门的重要标志 山东旧族就以上婚亚而注明 这种婚姻主要是在旧族之间相互进行 他们以自己的旧门地而自觉高人一等 甚至在通婚上并不把李唐皇室放在眼中 山东氏族靠着自己的社会影响 吸引了李唐王朝的新官之辈与之通婚 唐太宗对山东氏族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 不仅对山东旧氏族崔卢李正大家贬斥 对唐朝的新官之辈出高价 向山东旧族买婚姻的做法 也感到异常气愤 李唐新贵们虽然位居高位 有很大的政治权势 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如此之低 在婚姻问题上还要向旧氏族屈膝低头 这无疑是对李氏家族的极大讽刺 这种状况是唐太宗李世民所不能容忍的 贞冠六年公元632年 唐太宗便下令吏部尚书高世联 御使大人维庭 中书侍郎陈文本 李部侍郎灵狐得分等撰写氏族制 唐太宗对修定氏族制提出了几点要求 第一 勘政姓氏 即普则天下普蝶 兼具平史传 简其浮华 定其真伪 唐初 旧氏族及新官之辈在政治上 已发生了升降浮沉的变化 使普蝶交错分杂 因而勘政姓氏 普则天下普蝶 就成为修定氏族制的起始工作 简其浮华 定其真伪 是勘政姓氏的内容之一 唐太宗则令全国各地的氏族 要尽献普蝶 为抬高自己家的地位 难免有冒牌氏族 乘机伪造假普蝶 为了剔除这些假冒货 就要普遍搜索全国普蝶 真的留存下来 假的便要将其废除 这样做实际上是对魏晋以来的 氏族地主的门阀地位 给予了城镇 踢除其尾 就是为了防止混淆氏术 保持氏族之间的婚姻及其血统的纯正 也充分反映了唐太宗本人 也有着森严的氏术等级观念 第二 忠贤者包进 背逆者贬畜 所谓忠贤背逆 是一条政治标准 主要是看其对李氏政权的态度来断定 如果说 勘政姓氏 是从历史的角度考遍氏族 那么包中触逆 则是着眼于现实 纵观这两条 贞贯氏族制的编定 其基本目的 就是重新编定封建等级 建立起一个忠于李唐政权的新统治集团 修订氏族制的真实目的是 欲重述 经朝官礼 而不论数代以前 持取今日官品 人才做等级 则是修订氏族制的基本原则 贞贯十二年 公元六百三十八年 修成氏族制一百卷 皇族为首 外戚次之 将崔明干为第三 共二百九十三姓 一千六百五十一家 搬于天下 并藏为永久姓文件 唐太宗时期修转的 氏族制的最大特点是 只承认和保护当朝权贵 这同北魏孝文帝 定族姓有所不同 北魏既承认当时的权贵 也承认过去的高粱华语 只要父祖曾为高官 即可列入氏族 还有一点不同 北魏以来 只要列入氏族者 就可以享有一定的 政治经济特权 可以因门帝之高 而得到高贵的官职 而唐却不能够 依门帝而入室 虽然无品以上官员的子弟 可以因门印入室 但却不能世袭 这就取消了 旧族世代享有高官厚禄的特权 同时 唐太的政治经济特权 以官品为本 各级品官都可以享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 但官品的高低不同 所享有的特权也不同 由此可见 没有官职 仅靠门帝 是不会获得政治经济特权的 唐太宗定族性的目的 与其说是为了抑制山东旧氏族 倒不如说是为了抬高 当朝特权阶层的社会地位 他扩大了氏族的范围 有些非氏族出身的新贵 也由此而进入氏流 更进一步的是山东旧氏族贬值 氏族制把崔明干列为第三等 这实际上是对旧氏族的一种妥协 唐太宗抑制山东旧氏族的目的 并没有完全达到 唐太宗抑制修订氏族制 来改变山东旧氏族的卖婚陋习 通过这种政权手段 来干预几百年来 由旧氏族延续下来的社会传统 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 山东旧氏族仍然是高贵的 有些新官之辈 虽以名列氏族制之中 却依然羡慕旧氏族的社会地位 而且把能与旧氏族联姻 当成一种荣耀 如房玄陵 魏征 李济等 都与旧氏族取得了婚姻上的联系 这些旧氏族也就顾望不减 甚至在唐高宗之后 山东旧氏族仍然有较深的社会影响 不过李唐家族的地位 通过修制这一举措 而有了极大的提高 在某种意义上 皇帝应该是百姓的代言人 皇帝只有为百姓办事 才具备做百姓代言人的资格 百姓也才会拥戴皇帝 唐太宗李世民可谓是一个明君 他借鉴了历史 为百姓办事 所以才坐稳了皇帝宝座 唐太宗李世民清楚地认识到 体恤黎民百姓的疾苦 是使天下安定的根本 他即位后就主张严母修文 截至贪欲和清姚伯父 以文治国的最终目的 当然是实现李世王朝的常治久安 唐太宗即位第二年改元贞贯 在他统治下的二十三年中 中国呈现了历史上 最为辉煌的贞贯之质 唐太宗李世民刚即位时 由于长期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破坏 国家经济萧条 民户貂残 面对这种困境 唐太宗一方面大力提倡 戒舌重减 节省开支 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推行 清姚伯父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小农经济十分脆弱 经不起风浪的袭击 然而只要统治者的政策恰当 小农经济也是很容易复苏的 唐朝的社会经济 逐步走向复苏的道路 不能不说 与唐太宗所主张的不夺农石 有极大关联 唐太宗的汇农政策 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人民的衣食问题得到解决 从而实现了安人宁国的政治愿望 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并增加劳动力 唐太宗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释放宫女 前后两次共释放五千人左右 妇人被放出宫去嫁人生子 不但能节省政府的费用 减轻百姓的负担 而且也适合人的本性 二是赎回外流制突厥等赛外的人口 一共两百万人 三是鼓励结婚生育 贞冠初年 全国劳动力普遍缺乏 为了增加人口 唐太宗下诏 规定民间男二十女十五结婚 以繁衍人口 并把婚姻和户口的增加 列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标准 到贞冠二十三年 公元六百四十九年 全国户数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 比唐高祖时增加了一百八十万户 唐太宗李世民极力提倡戒奢重检 并能够以身作则 他即位以后所住的宫殿 还是隋朝时建造的 早已破旧 一般情况下 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 另建新的宫殿 但唐太宗为了节省开支 在贞冠初年一直不允许修作 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后葬 并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和薰青贵族 都要遵照执行 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 唐太宗也严格禁止 因此 贞冠初年逐渐形成了一种 崇尚节俭的风气 出现了一大批 以节俭闻名的大战 唐太宗的名臣未争 为官一生 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 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 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 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发展生产 提倡借舍重减的同时 唐太宗又积极地推行 他的亲谣伯父 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以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 恢复和发展 他在位期间 前后13次减免农民负益 为了增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他还大力倡导新修水利 贞贯初年 关中河南等地 原有的渠道都相继修复 并新修了大量的排水和饮水工程 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 对防汗排涝 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 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积极措施 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 从贞贯三年开始 全国连续大丰收 粮价由原来一匹捐换一斗粮食 下跌到一匹捐换数十斗粮食 社会秩序迅速安定 看不见以往成群结队的灾民 人民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到贞贯中期 社会发展迅速达到了昌盛阶段 出现了牛马遍业 风衣足食 夜不庇护 路不时宜的太平景象 终于在天下大乱之后 达到了大智 成为被历代称道的太平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做到了百业代薪费 唯有民生众 他爱序百姓 体察民情 他时刻以随朝灭亡的历史 作为自己执政的反面教材 把它当作一面镜子来告诫自己 皇帝好比是船 百姓好比是水 水能够载船 也能够把船打翻的道理 唐太宗李世民顾及民生 使民心不失 得民心者得天下 从而得以稳坐皇位 谭太宗李世民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除了笼络百姓民心之外 还借用儒学来教化百姓 可谓煞费苦心 道教在唐太以前虽然也盛行 但其势力一直赶不上佛教 武德三年 公元620年 有一晋州人向李渊报告说 他在福山县杨角山 见到一位白衣老者 老者对他说 魏武与唐天子 武是老君 即如族也 今年无贼 天下太平 听到此言 李渊顺水推舟 利用道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他宣称老子为唐先祖 前使去往杨角山立庙制祭 并将福山县改为神山县 武德七年十月 李渊又到了中南山 拜业老子庙 次年 又亲往国子建宣布道教第一 儒教第二 佛教最后 但道佛二教盛行造成了社会弊端 寺院道观占据了大量土地 拒敛了大量财富 许多人为了逃避富遥 纷纷出家当和尚或者道士 上层僧吕道士可以随意出入宫廷 与内工和大官僚们广泛交结 肆意活动 他们为造寺院道观 刻相写经 更是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一些有识之士都纷纷呼吁 要求隔除这一弊端 唐太宗李世民与唐高祖李渊 对于道教的看法一脉相承 他也将老子尊为唐皇室先祖 将道教地位摆在佛教之上 他曾说 老子是镇祖宗 名位称号一再佛先 唐太宗重复了唐高祖的一些措施 他一方面借此抬高李唐皇室的家事 一方面借机抑制佛教势力 但实际上 在他看来 道教与佛教都是一样的 如果放任其发展起来 都不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 长治久安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心目中 需要效法的既不是佛 道 也不全是皇老无为之术 而是儒家思想 魏晋南北朝 如佛 道 并行 随着数族地主的兴起 在中下层地主阶级中 涌现出了一大批文人 至隋唐 儒学的地位又逐步上升 唐太宗一面批评佛道的祸国害民 一面再三对大臣们宣称 朕所好者为遥顺周孔之道 他在重新确立儒学的尊崇地位方面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唐太宗没有做皇帝以前 便喜欢与士大夫结交朋友 即位之初 他在红文殿 拒四部书二十余万卷 又将原红文馆 搬到正殿之所 还精选天下文儒 充学士 给予五品真善 耕日素质 听朝之后 即引入内殿 讨论坟典 商略正事 或致夜分奶霸 唐太宗打天下 最先依靠的是肖武之士 到天下稳定后 便转而重视士大夫的作用 而注重文质 红武馆学士大多为东南儒生 唐太宗深深懂得 守天下除了要有武功之外 还需要重视 依靠地主知识分子阶层 为了培养更多通晓儒学的士大夫 唐太宗大力兴办学校 规定京师学校 直接隶属于国子建 称为国学 贞贯六年 在随时所设国子 太学 四门 书学 算学等武学的基础上 又增设了律学 扩大为六学 为了充实国学的师资力量 唐太宗广泛召集儒式 赐给经费 令他们到经师智学 就与国学增助学舍 一千两百间 增加生缘三千二百六十元 国学的兴盛 还吸引了高沟利及百计 新罗 高昌 吐蕃等地贵族的子弟入学 唐太宗也十分重视地方周县 兴办学校一事 在唐太宗这一思想指导下 各地纷纷建立孔子庙 后来还根据官员的建议 在周县设立三县官 专门管理 祭奠孔子一事 在兴办学校的过程中 私学与国学并存 国学 周县学 都是官办的学校 明文规定 主要招收大小官僚子弟 而这些子弟家世贵重 并不以学业为重 真正深造成才的少之又少 因此官办的学校 往往有名无实 白白地成为贵族子弟 列取官路的途径 与之相反 民间私学则主要招收 庶民子弟 随着数族地主经济力量的发展 私学也兴盛起来 隋唐之际的著名人物 如李密 杨玄杆 窦威 王世冲等 皆入过私学 唐太宗的大臣 如于世南 张行成等 也是私学门生 严师谷 王公等人 则新办过私学 私学注重实用 讲授内容并不完全限于经学 兼及文史及其他 文学如招民文选 史学如史记 汉书 特别是讲汉书的很多 这正是数族地主 及新兴士大夫阶层 在学术上的特点 私学的兴盛 为唐代培养了大批 有作为的地主知识分子 这给唐代儒学 及其学风的变化 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学术上学派各异 空气是活跃的 可以说 这与私学的兴盛 有极大的关系 今天看来 唐太宗李世民 既不信仰道教 也不崇拜佛教 唯独尊崇儒学 在尊崇儒学时 又不拘泥于经学 及其章具之学 而是广彩博收 兼收并蓄 鼓励各种学术学派的发展 这种特点正反映了 他在政治上讲究实用 历经图治的风貌 从见如流 兼听明 偏信暗 封建社会是君主 个人独裁与砖断的事件 如果一个暴虐与昏庸的人 当上皇帝 就会造成国家政治上的不稳定 甚至整个王朝的覆灭 历代王朝的统治阶级 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长久 不得不寻找 敬建与纳建的手段 人们普遍把敬建与纳建 作为鉴别君主 是否贤明的一个标志 唐太宗被称为英主 其原因之一 就在于他能够虚心纳建 贞冠时期 唐太宗虚心纳建 臣下则敢于执建 当时纳建未然成封 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史上 最光彩的一页 唐太宗为了达到求建的目的 采取了相关措施 一是赵令宰相 入阁商议军国大事实 必须让建官和史官列席 二是重赏敢于进建的官吏 同时唐太宗还要求大臣们 从各个方面直言进建 不要放过任何小事 在唐太宗时期 纳建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魏征 他是以直言急建而著称的大臣 据说魏征在贞冠时期 进建达两百多次 随末天下大乱 各地农民纷纷起义的时候 魏征出家当了道士 之后他投入瓦岗军李密麾下 却一直未得重用 后入堂辅佐太子李建成 在太子与实为秦王的李世民 争夺皇位过程中 他曾数次向太子建议 早些除掉秦王 以绝后患 玄武门兵变李世民得势后 曾质问魏征 你为什么要挑拨离间我们兄弟 魏征很坦然地回答 人各为其主 我忠于我的主人 有什么错呢 唐太宗李世民早知道魏征的才华 听到他回答得如此直爽 便原谅了他 并任命他为管事主部 掌管太子文书的官吏 魏征不是唐太宗的亲信 开始时 唐太宗对他存有戒心 但由于魏征有胆有识 敢于直见唐太宗的过错 不计较个人的安危 逐步取得了唐太宗的信任 唐太宗不计旧恨 鼓励魏征有什么意见就直说 并且特别信任他 常常把他召进内宫 听取他的意见 魏征的正直 对唐太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唐太宗非常赞同魏征 兼听则民 偏信则暗的说法 魏征的禁见 大多被唐太宗采纳 这对贞贯前期的政治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魏征为人正直 敢于直言 凡是正确的意见 不但要说 而且要坚持到底 即使唐太宗大发雷霆 魏征也神色不移 毫不退缩 唐太宗把魏征 看作是最好的建臣 魏征也的确起到了 重要的监督作用 唐太宗虽然乐于见证 但到具体的事情上 魏征反对他的意见时 也并不是每次 都能愉快地接受 唐太宗晚年 由于国家的经济情况 已经好转 他开始变得傲慢起来 魏征连续四次上 论实证书 给唐太宗敲警钟 希望他能够善始善终 把真冠初年 纳建如流的风气 保存下来 后来唐太宗日渐奢纵 魏征又以著名的 《见唐太宗十诗书》 从十个方面指出了 唐太宗的变化 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忠告 唐太宗把魏征的奏章 抄送史冠 以便传给后世 他自己也将其贴在屏风上 随时可以看到 唐太宗既喜欢魏征 又害怕他 贞冠十七年 公元六百四十三年正月 六十四岁的魏征病逝 唐太宗认为自己痛失一净 他说 用铜做镜子 可以端正衣冠 用历史做镜子 可以知道兴衰 用人做镜子 可以了解得失 他把魏征 看作是了解自己得失的 最好的一面镜子 由于唐太宗 虚心纳贱的开明作风 朝中涌现了一大批 敢于执剑的大臣 贞冠前期有贝征 王规 杜如慧 房玄陵等 后期有马舟 刘继 楚岁良等 这些人对当时的政治形势 都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 贤后长孙 相夫教子 母仪天下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都有一位贤内助 皇帝也不例外 长孙皇后 从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 处处为唐太宗着想 从不甘政 堪称是一位 由远见着实的女政治家 唐太宗在位时期 所取得的成就 以及他能够被后世 称为明君 英主 其中也有他的贤内助 长孙皇后的功劳 从太原起兵到玄武门兵变 长孙氏与李世民患难与共 风雨同舟 夫妻之间情深易堵 李世民即位后 长孙氏被封为皇后 母仪天下 掌管后宫 为吸取前朝历代后妃 外戚干政 霍乱国家的教训 他对自己及兄弟子职 要求极为严格 充分显示出一位具有远见着实的女政治家的风范 长孙皇后天性节俭 她喜欢读书 不论寒暑都不中断 唐太宗遇到疑难不能决断的军国大事 总要征询长孙皇后的意见 唐太宗李世民正值16岁偏偏少年时 娶13岁妙龄的长孙氏为妻 长孙氏家住长安永兴坊 祖上是北魏时功劳极大 世袭大人之后 是宗氏中之长 后来改姓长孙 家氏是名门望族 父亲长孙胜得隋朝已住 母亲是高世莲的妹妹 高世莲是位精通文史的儒雅之士 随朝大业中期官至至李郎 长孙氏在这样的家庭中 从小受到薰染 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 长大后 旧父高世莲便为他选中了 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 贞冠年间 长孙氏以客戟奉公 阴柔明哲的品性 默默地影响着壮年天子唐太宗 在幕后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正是这种贤良的品格 使他能够遵循法度 处理事情 永不超越礼法的界限 长孙氏当上皇后时 也深谙母仪天下的道理 他以古时皇后事权干政 政出多门 从而造成政治衰败的教训为鉴 不愿干预政事 而影响唐太宗的决策 纵观中国古代时 有如此心胸的皇后 实不多见 长孙氏从李唐王朝的 长治久安出发 处处为唐太宗着想 并且无阅理之事 甘愿做个配角 与唐太宗志同道合 感情和睦 因而一直受到 唐太宗的尊重 唐太宗对长孙皇后 非常尊重 茶余饭后床前登下 常常与他论及天下大事 尤其是朝廷中的 赏罚和人事安排 当唐太宗想听听他的见解时 他只闻不答 无论唐太宗怎样恳请 他就是闭口不言 绝不参与政事 实际上 长孙皇后无时无刻 不再关心皇帝的一言一行 他往往以独特的方式 发表自己的意见 向唐太宗提出劝谏 长孙皇后不甘政 并非所有政事一律不闻不问 一旦遇到事关大局的事 他便挺身而出 以影响唐太宗 有一次 魏征在朝上 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 唐太宗憋了一肚子气 回到内宫 见了长孙皇后 气冲冲地说 总有一天 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了 长孙皇后很少见 唐太宗发那么大的火 就问他 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个人 唐太宗说 还不是那个魏征 他总是当着满朝 闻我的面侮辱我 叫我实在受不了 长孙皇后听了 回到自己的内室 穿上朝服 立于庭殿 庄重地向唐太宗祝贺 他的举动 使唐太宗非常惊奇 便问道 你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说 我听说天子英明 才有大臣的正直感见 现在魏征这样正直 敢冒着生命危险 与皇上争执 正说明陛下的英明 所以我才特地 向陛下祝贺呀 这一番话 把唐太宗的满腔怒火 熄灭了 长孙皇后 名里是颂扬唐太宗的英明 实际是旧魏征 于危难之中 她的人质 由此可见一斑 还有一次 房玄陵因小事 遭到唐太宗谴责 解职归家 长孙皇后 劝谐唐太宗说 房玄陵随陛下时间最长 她小心谨慎 习谋密技 尽无一言露泻 非有大错 请您千万不要离弃她 这体现了 她对贞贯重臣的 关切之情 长孙皇后 劝谐唐太宗 讲究方法 在唐太宗愤怒时 先顺着她的性子 等唐太宗怒过稍息 然后再妥善处理 不让朝臣受到冤屈 刑法也不枉烂 长孙皇后对待子女 更是严加殉教 一向崇尚节俭的 长孙皇后 平时殉道诸子 常常是千茧为先 让他们生活节俭 行为举止 谦逊寻礼 不做友伤大体的蠢事 长孙皇后 不允许子女 阅礼奢华 这也是她维护 唐太宗政权的 另一方面 唐太宗特别喜欢的 女儿常乐公主 将要出嫁 唐太宗违反救治 下令将嫁妆加倍 比唐高祖礼渊的女儿 长公主永家公主 还要多 按唐治 皇帝姊妹 儿女待遇 礼应一样 唐太宗由于偏爱女儿 女儿的妆怜 比妹妹的多 是不符合规矩的 在魏征的竭力规券下 唐太宗终于放弃了 这个念头 长孙皇后得知后 感叹道 怯闻陛下倚重魏征 不知其中的原因 今日看到其引礼义 以义人主之情 才知道 他真是社稷之臣 事后 长孙皇后 特意赏赐了魏征 并对她说 早就听说 你忠诚正直 通过这件事情 我真正看到了 所以以此相省 希望你一如既往 辅佐天子 长孙皇后 对亲生儿子 也不加溺爱 常以千俭为先 教育太子 太子李承前 是长孙皇后的长子 她的如母 岁安夫人 常向长孙皇后 请求增加 太子宫中用度 长孙皇后 都不答应 长孙皇后 对非亲生子女 也一视同仁 唐太宗 有一女 豫章公主 是其他妃嫔所生 她的母亲 不幸早早去世了 长孙皇后 将她看作 自己亲生的一样 在封建社会 后妃之间往往争宠相斗 好像仇人一般 常由此导致 互相残害的悲剧 但是长孙皇后 却不同 她把宫里的事情 处理得很好 她从来不在宫里 耍威风 对手下的嫔妃工人 总是以礼相待 虽然对自己要求很严 但作为后宫之主 长孙皇后 对嫔妃们 却是极其宽厚仁慈 从不滥生冤狱 妃嫔妃有病时 亲自看望 工人不不爱戴她 真冠时 后宫吹进了 一股清新之风 这充分体现了 长孙皇后的 胸怀与气魄 正是长孙皇后的 表率作用 真冠时期的法令制度 才能够 较好的贯彻执行 这是真冠之志 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孙皇后 对外妻肝症 深恶痛绝 一般来说 外戚干政 是宫廷后妃制度的产物 外戚是通过婚姻与皇室 结为外姓姻轻 实际上是一种 依附于皇后的裙带关系 而形成的政治集团势力 这一政治势力 往往随着皇后 实际权力的高低而消长 有时随着皇后干政 外戚集团 也得以掌握朝中大权 掌握军政大权 甚至凌驾于皇帝之上 大体来说 在历史上 外戚专权起到的 多是消极作用 外戚之祸 往往由后宫女主引起 因而又有女祸之称 很多外戚集团 在与正统势力的 政治斗争中失败 而惨遭杀戮 以致身败名裂 当时 长孙皇后的哥哥 长孙无忌 与唐太宗是不一之交 太原起兵 他出生入死 战功卓著 玄武门之变发生前 劝唐太宗 先发诛杀李建成 李元吉 在玄武门之变中 长孙无忌更是打了头阵 因而深得 唐太宗信任 出入卧内 唯以复兴 长孙无忌自幼好学 是唐出一位 颇有政治才能的人物 唐太宗即位后 曾几次想任命 他为宰相 指辅朝政 都遭到长孙皇后的坚决反对 长孙皇后一看到 兄长被重用 便心怀忐忑 他多次对唐太宗敬言 认为这样做不可 每每乘机上奏 不要任命他的兄长 为宰相一职 但是 唐太宗并没有采纳 长孙皇后的意见 长孙皇后的这一做法 虽有保全家族的意思 更重要的是 为防止外企 威胁李唐政权 以永保大唐的长治久安 唐太宗对长孙吴继不仅重用 并且信之不已 尽管如此 长孙皇后仍然密见长孙吴继 向唐太宗肯辞在府之任 长孙吴继精通历史 深知外戚之祸的危害 所以向唐太宗提出辞职 长孙皇后又为他陈情 唐太宗不得已 于是拜长孙吴继为开府仪同三司 解除其尚书又谱义之职 开府仪同三司 好为一品 但却是闻散官 没有实际权力 这就可以避免出现 外戚干政的局面 长孙吴继及其家人 也始终表现得谦虚谨慎 从不仗势傲悟 悟空一切 在中国封建社会 皇后之家 英女而满门光彩 英女受宠 而成为权势显赫之家 是每一位皇后求之不得的 而长孙皇后 却言于律己 保证了真冠时期的政治 丝毫没有受到外戚的干扰 一直遵循既定的道路前进 终于迎来了一代盛世 真冠之志 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 实在是难能可贵 唐太宗 曾对真冠重臣的品格 做过品评 其中说长孙吴继 善必嫌疑 由此可知 长孙吴继 虽地位上处于外戚身份 但在防止出现 外戚专权的问题上 与其妹长孙皇后的观点 是一致的 真冠十年 公元636年7月 长孙皇后 在长安大内的 立正殿去世 唐太宗李世民 忍不住心中的哀伤 放声痛哭起来 那哭声悲痛至极 长孙是在与唐太宗 共同生活的23年中 实在是起到了 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 那一切不能不令唐太宗 鸣心刻铺 长孙皇后留给后世 并为历史所称道的文章 是她才古代妇人世纪 著成的女界十篇 该文《庞征博影》 很有借鉴意义 长孙皇后病逝后 唐太宗拿着这本书 潜然泪下 这本书将用来怀念皇后 我失去了一个多么好的良作呀 为了协助唐太宗治理国家 长孙皇后以身作则 从不因一己之私 而破坏国法 可谓一代贤后 一个人登上皇帝宝座之后 才被称为皇帝 从皇帝宝座上下来之后 就不是皇帝了 唐太宗李世民 对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怀念 是其最本真的人性流露 唐朝皇宫三清殿旁 有一座小楼 名灵烟阁 贞冠十七年 公元六百四十三年二月 唐太宗为怀念当初 一起打天下的众位功臣 命当时著名画家闫立本 在灵烟阁内 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 唐太宗经常去那里 怀念当年与他金戈铁马 争容岁月 文治武功 共建大唐的臣子们 自唐太宗时期时 登上灵烟阁 便成为封侯拜相的代名词 赵国公长孙无忌位列第一 他是长孙皇后的哥哥 唐高祖李渊太元起兵后 长孙无忌投靠 实为秦王的李世民 在玄武门兵变中 长孙无忌起到了主谋作用 他终身被李世民信任 唐太宗陷入迷流状态时 曾召长孙无忌 楚岁梁到韩风殿对他们说 太子是很仁义孝顺的 你们要很好地教导辅佐他 二人答应了 唐太宗输了一口气 对实为太子的李志说 有长孙无忌和楚岁梁在 你就不用担心天下的事了 他又嘱咐楚岁梁 无忌对我十分忠诚 我夺取天下 他出了很大的力气 我死后 不要让坏人 挑拨离间你们的关系 可惜长孙无忌与楚岁梁 后来被武则天陷害而死 赵郡王李孝公位列其次 他的父亲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 唐高祖李渊起兵后 李孝公负责金略巴蜀 灭府公佑 平消息 统领长江以南 在李唐宗室中 他军功最为卓著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后 他退出权力中心 修身养性 贞冠十四年 公元六百四十年 暴病身亡 来国公杜如慧 位列第三位 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主要幕僚 唐高祖李渊攻克长安时 他投靠了李世民 是当时秦王府十八学士之首 参与了李世民主事的历次战役 贞冠年间与房玄陵 共掌朝政 配合默契 人称房谋杜断 可惜英年早逝 于贞冠四年 公元六百三十年并故 年仅四十六岁 郑国公魏征列帝四位 他原是瓦岗寨李密的谋士 后随李密投降李唐 为唐朝招降了李绩 窦剑德进宫河北时被俘 窦灭王后 他又重回李唐王朝 玄武门兵变后 由太子李建成处 归到李世民属下 因敢唐太宗李世民知遇之恩 敢于梵言尽见 终生都深受李世民的信任 贞冠十七年 公元六百四十三年并故 梁国公房玄陵列帝五位 他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主要幕僚 善于谋略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 论功行赏 曾称赞他可与汉朝的萧河相比 贞冠年间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信任 不遗余力处理朝政 贞冠二十二年 公元六百四十八年并故 申国公高世联位列第六位 他是长孙皇后长孙无忌的亲舅舅 长孙兄妹的父亲早王 二人由高世联抚养长大 高世联当时对少年李世民极为器重 主动将长孙室许配给他 高世联因得罪了隋扬帝 而被发配到岭南 此后随着中原战事的不断扩大 被隔绝在外 直到唐朝大将李靖灭消息难寻时 他才得以回归故土 高世联为人谨慎缜密 做事顾全大局 是李世民的心腹 参与了玄武门兵变的谋划 唐太宗时期认他为尚书又仆役 恶国公玉池靖德位列第七位 他原是刘武周的手下 刘武周灭亡后投降李世民 跟随李世民参与了数次战役 玄武门兵变时 玉池靖德救李世民于危难中 亲手杀掉了齐王李源吉 又威逼唐高祖李渊下旨 立李世民为储君 有一等拥立之功 晚年的玉池靖德 崇信道教闭门不出 唐高宗显庆三年 公元658年去世 中年74岁 得享天年 魏国公李靖排在第八位 他曾因企图揭发唐高祖李渊谋反之事 几乎被处死 后为李世民所救 之后他协助李孝公管理巴蜀 拒绝李世民的拉拢 但后来唐太宗对他非常重用 争冠年间 李靖负责抵御突厥 成功地消灭了突厥政权 和屠古魂势力 他的战功无人能比 最终因军事能力过强 遭小人陷阱 为避免嫌疑而门不出 直到终老 宋国公萧宇排在第九位 他是隋阳帝萧皇后的弟弟 是隋阳帝重臣 当时因反对阳帝出征高勾立 而被贬为何持俊首 唐高祖李渊起兵后 萧宇归附李唐 终生为李渊重用 萧宇为人正直 不畏权贵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 萧宇因与房渡二相不睦 又多次得罪唐太宗 试图几度臣服 后来唐太宗李世民评价他 疾风织尽草 板荡石成尘 包国公段志玄排在第十位 他参加了李唐历次重要战役 以勇武著名 唐太宗李世民兄弟相争时 他忠于唐太宗参加了玄武门兵变 他治军严谨 被唐太宗称为周亚夫无以加焉 贞冠十六年公元六百四十二年病逝 唐太宗赠其辅国大将军 后陪葬于昭林 魁国公刘弘基位列第十一位 他在隋阳帝征讨高沟历时 因避兵役逃往太原李渊处 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时 他与长孙顺德一起负责招募勇士 攻克长安后 被平一等战功 进宫削举时他历尽被擒 李世民灭削后获救 又在刘武周进宫太原时战败被俘 自己侥幸逃回 随后配合李世民在戒修歼灭宋金刚 唐朝与突厥交恶时 李鸿基常年驻守北边抵御突厥 贞冠年间曾随唐太宗争高勾立 唐太宗时刘鸿基并故 临终前将家产尽散给香陵 为人之豪爽不言而喻 蒋国公屈突通列帝十二位 他原为随朝大将战功赫赫 唐高祖李渊起兵进攻长安后 屈突通帅部下以死相抗 兵败后自杀未成 最后被唐高祖李渊招降 封为兵部尚书 之后跟随李世民讨伐薛举和王世冲 屡立战功 贞冠二年 公元六百二十八年并故 终年七十二岁 运国公英开山排在第十三位 他是李渊太元起兵时前来依附的 参与了攻打长安的战斗 后又参加唐太宗李世民的历次战役 武德五年 公元六百二十二年 他在攻打刘黑踏实 因病去世 是唐太宗所封宁燕阁重功臣中最先去世的人 焦国公柴绍排在第十四位 他是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的丈夫 唐高祖李渊起兵时他在长安 后侥幸逃到太原 参与了攻打长安 消灭薛举 刘武周 王世冲 窦剑德等几个重要战役 贞冠十二年 公元六百三十八年并故 披国公长孙顺德列帝十五位 他是长孙皇后的叔叔 随杨帝出兵高沟历史 未必兵役逃往太原依附李渊 当时便与李家父子友善 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时 长孙顺德与刘弘基一起负责招募勇士 争冠年间 他却因多次贪污而遭弹劾 唐太宗李世民因其有大功而不忍至罪 只将其贬官 云国公张亮排在第十六位 他原是瓦冈寨李密的部下 直接隶属徐世纪及李渊 跟随徐世纪一起投降李唐 李世民兄弟相争时 被派往洛阳招募私党 贞冠年间因善于管理政事 而深得唐太宗信任 后又揭发侯军级谋反之事 随唐太宗出征高勾立又立功 贞冠二十年 公元六百四十六年被告谋反 受诛杀 陈国公侯军级位列第十七位 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腹 常年担任唐太宗幕僚 是玄武门兵变的主要策划人之一 贞冠年间 曾担任李靖的副将打败了土谷魂 又任主将率部出击消灭高昌 在唐太宗李世民立处时 诸子相争的风波中 侯军级依附太子李承前 企图谋杀李世民而拥立李承前 事情泄露后被杀害 唐国公张公锦列第十八位 他原为王世冲的部下 后投降李唐 追随李世民 是玄武门兵变的主要参与者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 将他任命为李靖的副将 去抵御突厥 协助李靖灭亡突厥而屡立战功 之后年仅三十八岁及并故 卢国公成之节位列第十九位 他本名陈咬金 原为瓦岗军李密手下的一员勇将 李密兵败后他投降了王世冲 后因不满王世冲的为人 与秦书宝一起投降李唐 归属李世民 跟随李世民一起参加了历次战役 成之节在每次战争中 皆身先士族 奋勇杀敌 有猛将尾狱 于唐高宗林德二年 公元665年 于家中善中 永兴县子于世南 排在二十位 他是隋朝奸臣于世姬的弟弟 自幼以文学著称 宇文化级将都兵变后 被裹挟北返 后依附窦贱德 窦贱德死后又归李世民 此后他进行辅佐唐太宗李世民 被评价为德行 中职 博学 文词 书汉 补诀 以81岁高龄 于真冠十二年 公元638年寿终 于国公刘正慧列帝二十一位 他是唐高祖李渊 任太原留守时的老部下 跟随李渊太原起兵 之后负责留守太原 刘武周进攻太原时被俘 忠心不屈 还找机会打探刘武周军情 密报李渊 刘武周灭亡后获释 曾担任刑部尚书 真冠九年 公元635年并故 举国公唐检列帝二十二位 他参与了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的策划 称得上首义功臣 在唐太宗时期任民部尚书 因很难勤于政事而遭贬官 唐高宗年间病故 英国公李渊位列帝二十三位 他原名许世纪 原是李密瓦冈军的大将 少年跟从宅让起兵 宅让死后追随李密 归礼堂后 英公被唐高祖李渊赐李姓 之后又未避唐太宗会改教李记 随李世民灭亡世冲 窦剑德刘黑榻又担任主将灭徐元朗 甄冠年间李记与李靖一起灭突厥 此后负责唐朝北边防御十六年之久 多次击败虚言驼步的对抗势力 又跟随李世民攻打高勾立 唐太宗李世民死后辅佐唐高宗 被为以军事重任 担任主将再次出征高勾立 最终使高勾立灭亡 灭高勾立次年 七十六岁的李记去世 唐高宗极度伤心 特为他绰朝七日哀戎备至 李记是赫赫有名的战将 又位居宰相 有一次李记报病 一方上说以胡须的灰烬为引 可以治疗此症 唐太宗便剪下自己的胡须 让李记燃灰入药 后来九席宴间 唐太宗又曾亲切地对李记说 朕想在群臣中 选一个可以将太子托付给他的人 变观众人 无人能与清相比 清过去不负礼命 现在又怎么会有负于朕呢 李记大为感动 流下了热泪 他咬破手指写下血书 以示效忠 以谢君恩 李记喝醉倒地后 唐太宗亲自将自己的袍子解下 给他盖在身上 唐太宗病危时 曾把太子李智照到床前 让左右退去 严肃地对李智说 李记才智过人 但是你对他并没有恩情 我今天罢免他的官职 等到我死后 你可以用他为仆役 但一定要亲自任命他 假如下令后他徘徊官网 就不要犹豫 马上杀了他 唐太宗这样对待李记 都是为了稳住 儿子李智的皇位 胡国公秦书宝 位列第24位 他原本是李璧的手下 是瓦刚军的一名大将 李密失败后 他投降王世冲 因与程咬经一样 不满王世冲的为人 二人一起投降礼堂 参加了唐太宗李世民的 历次战役 甄冠12年 公元638年并故 灵烟阁24功臣中的大多数 是唐太宗李世民 南征北战过程中的手下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 与这些旧臣老友 言谈中常常称我 而不称朕 可以想见其君臣之间情意之重 故今少有 唐太宗李世民 封灵烟阁24功臣时 其中已有数位功臣 与世长辞 在世的人 也大多已经老迈 灵烟阁内所描绘功臣的图像 都是如真人的大小 唐太宗时常去看望 以托怀念之情 当时唐太宗李世民 也已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看着那些旧不众人的画像 在念起曾经的戎马生涯 是何等的雄心万丈 气吞山河 唐太宗每念及此 常于不自觉间 潜然泪下 灵烟阁24功臣的画像 是他对当年往事的怀念 更是一种 真情流露 侯军级谋反 唐太宗忍痛除之 为了争夺皇权 唐太宗李世民 连自己的长兄李建成 四弟李元吉都杀 为了维护李家江山的安全 一个不姓李的侯军级 哪能不杀 贞贯十三年 高昌王屈文泰 切断西域通商之路 唐太宗征召他入朝 他谎称染病在床 而拒绝应召 唐太宗于是命侯军级 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 征讨屈文泰 侯军级率军西行数千里 历尽艰辛 终破高昌 侯军级攻破高昌后 不向唐太宗上奏战况 及停止行动 而是擅自处置无罪之人 并且撕取高昌王的宝物 据为己有 部下将士得知后 进乡前去高昌王宫 盗窃宝贝 侯军级怕自己的事被人告发 也就不敢去制止部下的 不法行为 回到京城后 主管办案的官员 奏请唐太宗 要求惩治侯军级的罪行 唐太宗降旨 下令将侯军级拘捕入狱 中书侍郎 陈文本认为对功臣大将 不能轻易治罪 于是上奏章 请求唐太宗宽恕侯军级 唐太宗采纳了 陈文本的意见 命人将侯军级释放 侯军级自认为在西域 立有大功 却因为贪财而被囚禁 心中愤愤不平 当时太子李承前 唯恐唐太宗 行费力太子之事 他知道侯军级身怀怨愿之心 就和侯军级通谋 侯军级的女婿赫兰楚石 当时任东宫牵牛 李承前几次让赫兰楚石 将侯军级引入东宫 询问保全太子在位的方法 侯军级知道李承前 是个懦弱不忠用的人 但想利用他乘机图谋报仇 于是他帮助太子李前诚 出谋划策 准备带兵攻入西宫 杀魏王李太 夺取皇位 后来李承前密谋造反之事 被人告发 唐太宗命长孙吴继 房玄龄等人共同审理 李承前谋反的情节被证实 侯军级因参与谋反 也被拘捕入狱 他的女婿赫兰楚石 又亲自入皇宫 向唐太宗报告 侯军级的反叛之情 唐太宗亲临府衙 审问案情 唐太宗说 我不愿意让刀比利羞辱你 所以来亲自审理 侯军级无言以对 唐太宗对百官说 往昔 国家尚未安全 侯军级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不忍心依法治他 我请求饶他一命 宫卿们能不能答应我的请求呢 众臣道 侯军级的罪行 为天地所不容 请处死他 以维护国家法律和尊严 于是唐太宗对侯军级说 我要与您永远了 从今以后 只能见到您的遗像了 说完须息流泪 审问完毕 将侯军级在街市上斩首 并将其家产全部抄没 追随已久的忠臣猛将 一旦有叛逆之心 就威胁了黄泉 这一点 唐太宗李世民当然非常清楚 所以即使他表面上 有舍不得之意 最终也还是不会手软的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大唐盛世 君临天下 威震四海 在大唐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的形势下 李世民又开始了 边疆地区的统一战争 李世民妥善地处理 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为建立强盛的多民族的 李唐王朝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 对唐朝边境造成威胁的是 东突厥国 它是北方最大的一个 少数民族势力 唐朝建立初期 东突厥就支持北方 各派割据势力 阻挠唐朝统一 并经常南下 对唐边境区域进行骚扰 抢掠人畜 破坏百姓的生产 甚至威胁京师长安的安全 唐太宗李世民刚即位时 东突厥首领竭力可汗 认为其统治还不稳固 便轻率二十万骑兵 禁逼长安 对唐太宗进行威胁和讹诈 唐太宗李世民 正确地分析了 竭力入侵的目的 命令唐军迅速布阵 击退其大军 后唐太宗李世民 借东突厥内乱势力削弱的机会 于贞冠四年 公元六百三十年 派李靖 李继 率大军深入边疆 俘获了竭力可盘 贞冠九年 唐太宗李世民 任命李靖 侯军级 率军平定了土谷魂 位于今青海地区 贞冠十三年 公元六百四十年 又派侯军级出兵攻打交合 经新疆屠路翻 第二年战高昌 后又秦获秋辞王 平定了西域大部分地区 将安息都护府移至秋辞 今新疆库车 重新打通了沟通 中西陆路交通的丝绸之路 唐朝在东到大海 西到烟旗 南进灵异 北底大漠的广袤江域内 设立周县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国 唐太宗李世民认为 中国祭安 四夷皆福 他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 从消灭东突厥国开始 西北各部首领都主动来长安 朝建唐太宗 并尊称唐太宗为天克汗 克汗原是西北各部对头领的称呼 称唐太宗为天克汗 就是认可唐太宗 是他们共同的君主 唐朝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 主要采取了任命各民族上层头领 担任地方长官 并尊重原有民族习惯 与生活习惯的方式 少数民族地方长官职务世袭 代表中央政府对当地进行管理 到唐太宗满年 漠北地区各部又相继归附 为了方便来长安朝拜唐太宗皇帝 各少数民族首领又在大漠南北 专门开辟了一条大道 称为参天克汗道 沿途设置的驿站多达68处 里面备有马匹和食物 供应各地往来的使者 唐太宗李世民 把各地少数民族 与自己的子民同样看待 各少数民族人民 也把唐太宗当成了自己最爱戴的克汗 唐朝与吐蕃还有了通婚的历史 吐蕃是很早就生活在 青藏高原一带的古老民族 是现今藏族的祖先 松赞干部是吐蕃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 他做赞谱的时候 基本上统一了血域高原的各部 并定督罗歇城金拉萨 在松赞干部多次求婚的强烈要求下 唐太宗答应将文成公主嫁给她 唐朝许婚的消息传来 吐蕃人民欢呼雀跃 松赞干部非常兴奋 他仿照唐朝的建筑 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宫室 之后又亲自前往青海迎接 并以皇帝女婿的身份 拜见唐朝的护婚特使李道宗 据说文成公主是李道宗的女儿 李道宗不仅是屡历战功的名将 在唐与吐蕃的此次联姻上 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葬 行过迎亲礼后 文成公主被迎入罗歇城 李道宗告别文成公主和松赞干部 回朝复命 在罗歇城 松赞干部与文成公主举行了盛大婚礼 文成公主入葬后 为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 做出了重大贡献 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女性 文成公主将许多工艺品 古物 菜籽 药材 茶叶 以及立法 生产技术 与各种书籍 代王吐蕃 大大凑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奠定了唐伯密切交往的基础 后来松赞干部又接受唐朝授予他的 西海郡王的爵位和驸马都位之职 唐朝从公元634年到公元846年的200多年间 与吐蕃之间的史辰往来非常频繁 贞贯时期 由于边境地区的统一和安定 大大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 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时 唐朝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交往 也越来越频繁 亚洲 非洲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者 商骨 学者 艺术家 僧侣等 不断来唐朝访问 长安城不仅是当时国内各民族的大都会 也成了世界性的大都会 唐太宗对中外交往采取了积极友好的态度 专门设立红炉寺 接待各国使者 设立商馆以招待外商 那时和唐朝交往的国家达到七十多个 大批外国商人从陆路或海陆来到长安 洛阳 扬州 广州等大城市 唐政府允许他们长期居住 还可以和中国人通婚 通过广泛的交流 许多植物品种如胡椒 菠菜 玉金香 天竹甘浆等 相继从波斯 经伊朗和印度传到了中国 此外 佛教经典也大量传到中国 并被译成汉文 贞冠时期 高度先进的封建文化 对亚洲各国甚至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的丝绸 茶叶 瓷器 纸张等商品 大量销往波斯等亚洲国家 又通过他们销往西方 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 便是在贞冠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的 又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和非洲 对西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唐文化对朝鲜日本的影响更大 贞冠四年 公元630年 日本派遣的第一批浅唐使到中国来学习 之后各种遣唐使和留学僧人不断到来 人数越来越多 贞冠十九年 公元645年 日本吸收了唐朝的军田制 租庸调制 官制 府兵制 以及刑律等 开始了废除士族制度的政治革新 他们在这场具有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中 建立起了完备的国家机构和制度 大大促进了其封建化进程 贞冠时期 强盛的礼唐王朝 在当时的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声望 中国使者 僧侣和商人的足迹遍布亚洲各国 直到今天 西方国家中 还有以唐人称呼中国人的习惯 还有的外国城市 把有较多中国人居住的地方称为唐人街 为维护李氏家族的统治 唐太宗李世民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 因此他不惜借用金丹和仙树来保全自己 而正是这些金丹要了他的性命 唐太宗从贞冠十七年开始 渐渐进入了晚年状态 他晚年时期的思想与早年相比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唐太宗于贞冠初年 奉行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 此间他历经屠治 锐意进取 使李唐王朝迅速达到了大治 呈现出社会定安 生产发展 百姓安居乐业 国力日益强盛的局面 而他作为天子 也形成了兼听纳建 广任贤良的作风 朝臣们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意见 敢于与皇帝辩论的政治风气 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突出的太平盛世 因此唐太宗成为封建王朝皇帝中 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可以说唐太宗于贞冠初年能够虚心纳建 是与长孙皇后的协助分不开的 长孙皇后在世时 唐太宗每当逞帝王威风不能虚心听见时 他便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规劝 使唐太宗能够继续保持虚怀纳建的好作风 后来长孙皇后去世了 加上贞冠盛世的成功 唐太宗自认为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超过了古人 骄傲和自满的情绪开始滋长 其思想和行为逐渐发生了变化 以隋王为戒的训条逐渐被他淡忘了 他身上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了 封建帝王的贪欲和专制本性 唐太宗晚年在任用大臣上 不再像贞冠初期那样违才逝举 以德行学识为标准了 朝廷中充斥着诸多熏亲子弟 唐太宗在监听纳建方面变得贱物直言 有时虽然勉强听见 但内心里也不真正接受 在贞冠中后期 唐太宗与大臣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他开始不信任大臣 尤其在统治后期 他的遗迹心理越来越严重 动不动就会对大臣问罪 轻则贬处 重则杀戮 甚至连玉池敬德 房玄陵这样的功臣 也不能幸免 贞冠中后期 唐太宗的生活开始走向奢侈 他的行性游猎活动频繁起来 也逐渐热衷于宫殿的营造 皇帝奢侈就必定会向百姓征税 因此百姓的摇曳负担不断加重 服役的人民不堪重负 加之唐太宗又开始了频繁的征法战争 使原有的社会状况受到了打击 唐太宗晚年 连续发动了两次讨伐高勾力的战争 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 讨伐战争的本意 是想彻底肃清边疆隐患 结果却是徒劳无功 甚至导致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 唐太宗李世民不信佛不信道 年轻时 曾经讥笑过秦始皇吃金丹神药 而祈求长生不死之事 但到了晚年 唐太宗却导秦始皇覆辙 唐太宗清征高勾力之后 因受失利的情绪影响 而导致毒火攻心返回长安静养 唐太宗虽为一代阴主 但由于疾病缠身 久治不遇生发了吃丹药 而祈求长生不老的迷信思想 并迷恋上了方式炼制的金石丹药 但这不仅没有将他送到长生不老的境界 反而加速了他死亡的脚步 贞冠二十三年公元六百四十九年五月 唐太宗李世民 因服用过多的金石丹药 以致体内中毒 于翠薇宫寒风殿驾崩 一代明君正值壮严 却因务实丹药而死 让多少后人扼腕不已 守城之君 唐高宗 打江山难 做江山更难 做江山搞不好容易 做成败家子 然而 唐高宗李治 却是个例外 他不但守住了 李氏家族得来不易的江山 而且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唐高宗李治继承 唐太宗李世民的地位 很好地延续了 贞冠时期的政策 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 推动了社会的持续繁荣 唐高宗在位期间 虽然统治阶级 政治斗争颇多 但是内政外交 都在稳步前进 可以说唐高宗 是一位守城之君 太子之位 服为不争 天下莫能语之争 历朝历代的皇帝之争 除去按制度继承 有些是手足相残 有些是使阴谋手段 有些是靠建功立业 不一而足 然而 唐高宗李治的皇位 却是在意料之外得来的 李治 小名制奴 贞贯二年公元628年6月 在东宫历政殿出生 贞贯五年 公元631年 被封为晋王 贞贯七年 公元633年 瑶寿宾州都督 李治小时候性情比较温和 表现出很乖 很听大人话的样子 所以唐太宗李世民 比较喜爱他 李治小时候 刚开始学习孝经 唐太宗就提问他有关书中的要义 李治回答说 福孝 始于是亲 忠于是君 忠于立身 君子之事上 尽思尽忠 退思不过 将顺其美 匡就其恶 唐太宗十分满意 夸奖他说 能够做到这一点 足以弑父兄 为臣子义 从那时起 唐太宗李世民 便认为九子李治 具宽人孝友的品德 唐太宗 共有14个儿子 其中 长子李成前 四子李太 排行第九的李治 都是长孙皇后所生 按照皇位继承制度 嫡长子 具有特殊的优越性 加上李成前 从小就聪明伶俐 唐太宗特别喜爱他 唐太宗刚即位时 便将李成前立为太子 当时他年仅八岁 李成前被立为太子时 积极上进 颇实大体 得到了唐太宗 及满朝大臣的好评 但后来 他的生活渐渐荒唐颓废起来 唐太宗见他这个样子 就动了废除太子之心 李成前感觉到 自己太子的地位已有危险 就暗地里联络 政治上失忆的叔父李元昌 和大臣侯军吉等人 企图发动政变 不料消息很快泄露出去 李成前被唐太宗 贬为庶人 未亡李太 似乎成为了 理所当然的太子人选 李太恃宠宠骄横 早有想取代掌兄之心 因而引起了朝廷大臣的不满 李太得知父亲 有意观察他的行为之后 便每天到宫中 小心侍候 讨唐太宗欢心 唐太宗见他董事 曾当面表示 要立他为太子 但朝中大臣 长孙吴继和楚岁良等人 却主张立九子 晋王李治为太子 唐太宗一时拿不定主意 面对这种阻力 李太为了尽快成为太子 便企图使用手段 胁迫软弱的李治 退出这场竞争 唐太宗得知后 心里很不高兴 又担心李太 也有如李承前那样的政变动机 就决定不立他 而立李治为太子 将来继承皇位 贞贯十七年公元六百四十三年四月 唐太宗在两仪殿的朝会结束后 单独留下长孙吴继及司空 房玄灵 兵部尚书李继和楚岁良等人 旁边势力的是 坠坠不安的晋王李治 长孙吴继请求唐太宗 将心事刺事 唐太宗回答道 我欲立晋王 长孙吴继是长孙皇后的亲哥哥 是李治的亲舅舅 他听唐太宗说到这话 正合他的意 就毫不犹豫地说 锦凤赵有意义者 陈情斩之 唐太宗对晋王说 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 还不快快拜谢 李治于是急忙跪拜 唐太宗又对长孙吴继等人说 功等既服我义 不知道外面会有什么议论 长孙吴继回答道 锦王仁孝 天下归心久矣 且望陛下是诏问百官 必无一词 若有不同者 乃是臣妇陛下 罪当万死 唐太宗听他这样说 也就不再犹豫 于是召集百官 上太极殿 询问诸子之中 谁最适合被立为四军 众人异口同声回答 锦王仁孝 当为四 唐太宗见李治众望所归 一时龙颜大悦 贞贯十七年 公元六百四十三年四月七日 唐太宗亲下成天门 下诏 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李治以黄九子的身份 最终被立为黄太子 以至后来继承大统 的确是件不简单的事情 唐太宗在废除太子李承前以后 不立被王李太 是因为他并不希望后世子孙 看到储君之位 可以依赖你争我夺 苦心钻营得到 唐太宗为防止李太闹事 派人将他囚禁起来 一方面 李承前和李太相争两败俱伤 可以说在此间 李治坐收了渔翁之力 另一方面 李治能够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 又是因为他的人孝与不争 自古以来 自傲冒进 欺辱别人 都是毁坏民生的捷径 这一点 于魏王李太的品行中可见一般 谦卑退让 甘楚下风 是成就良行美名的坦途 李治正应了这一点 李治的行为不超越法度 思想不违反法规 对内勤于修身 自免以受益 对外谦虚礼让 以示敬畏 他这样做朝中大臣们 对他便没有非难怨恨之类的事情 最终众望所归 得到了太子之位 荣华俘虏因此长久 唐太宗确立了李治的太子地位 又为他日后继承皇位 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为巩固下一任皇帝的统治 唐太宗召集长孙无忌 房玄陵 楚岁良等几位重臣 统一他们的步调 使他们能够在新军登基之后 死心塌地忠于李治 为了能让李治尽快成熟起来 成为一个合格的储君 唐太宗把大量心血 倾注到对他的教育上 每逢朝上议事时 唐太宗常常让太子李治 陪视身边 听取朝政或令他参议 使他得到实质性的锻炼 为树立体制的威信 唐太宗又下令全国的军队 都要服从太子的调遣 太子有权利处分大将军以下的官员 唐太宗经常让李治陪同自己朝建群臣 观摩对日常政务的处理 并常听他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意见 以此来培养他的治国能力 在生活中 唐太宗看见李治吃饭 就说 你要知道加塞的艰难 不夺取农食 才会常有饭吃 见李治骑马 就说 你要知道不尽其力 才会常有马骑 见李治乘船 就说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百姓就像水 君主 秀如舟 见李治在书荫下休息时 就说 穆要以陌生为准 才能正直 君要能够接受劝谏 才会圣明 李治每次听到唐太宗的教会 都会毕恭毕敬地肃立 然后非常感激 表示一定永至不忘 铭记于心 唐太宗晚年还亲自写 《地范十二天》 总结自己做皇帝的治国经验 对李治寻寻善用 要他懂得修身治国 安危心肺的帝王之道 唐太宗清洗了李承前和李太的余党 消灭了颠覆李治皇权的隐患 并让当时有权势的大臣们 兼东宫官职 表面上是让他们教育太子 其实是在培养他们 与未来皇帝之间的感情 贞冠二十三年公元六百四十九年五月 唐太宗病危 在临终前 他把积极支持李治做太子的 长孙吴继和楚遂良 叫到床前脱椅后室 贞冠二十三年公元六百四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代英主常侍在中南山的翠薇宫 六月一日 二十二岁的太子李治即位为唐高宗 唐高宗李治是唐朝第三位皇帝 对于他的皇帝生涯来说 子承父业可以称之为不幸 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 当人们提及唐高宗时 往往首先看到的是他父亲唐太宗 贞冠之至的夺目光环 不仅如此 在他身后又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在这两位英主之间 唐高宗的处境未免有些尴尬 然而李治又是幸运的 他继承了唐太宗的辉煌基业 平稳地做了三十五年的皇帝 在唐朝所有皇帝中 除了唐玄宗以外 他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 平高阳谋反 当人不让该出手时急出手 在封建社会 当皇帝的权利受到威胁的时候 消除或打击 就连自己的至亲骨肉 也不会放过 为了巩固皇位 为了李家江山的安危 唐高宗李治 将谋反的妹妹高阳公主 巴林公主等君处死 李治性格宽容仁厚 极重感情 在对宗室皇亲的待遇上 从不吝啬 但对于他们放纵步伐的行为 也不孤惜纵忠 唐高祖李渊有二十二个儿子 唐太宗李世民有十四个儿子 这些皇室成员中 步伐仗势欺人 横行步伐 欺凌百姓胡作非为者 李渊的小儿子 藤王元英 与唐太宗的妻子 蒋王李韵 都是出了名的搜刮民财的高手 名分极大 唐高宗听说以后 借一次普赐诸王的机会 在大家面前说 藤王叔叔和蒋王哥哥 都善于自己经营 我看就不必赐给财物 只赏给他们两车马 让他们回去 做串筒前的绳子吧 唐高宗这一席话 使两人的恶行当场亮相 大失脸面 这比严厉的惩罚他们更加难受 唐高宗此举 也算得上是赏罚分明了 唐高宗被唐太宗选为继承人 虽是长孙无忌 力争之下的结果 但同时 唐太宗也考虑到 若李承前或李太宗的一人即位 另一人必不能活 选李治当皇帝 就是因为他性情宽厚 必会保全手足兄弟 但实际上 唐高宗李治登基后 在其他的宗室成员 企图谋反的过程中 他也大开杀戒 唐高宗虽有人孝口碑 在外人看来 怯弱可欺 但是他在处置危及皇位稳固 与涉及皇帝权威的事件上 从没有表现出 缩手缩脚的样子 高阳公主 是唐太宗的第十七个女儿 她性格活泼 在唐太宗的众多女儿中 最得宠爱 唐太宗将高阳公主 许配给大功臣 房玄龄的次子 房仪爱 房仪爱空有一身蛮力 自幼讨厌学问 她借着父亲的威势 又是高阳公主的丈夫 被封为右卫将军 得到了比其他驸马 都优厚许多的待遇 在儒教风行的当时 房仪爱属不学无数之人 高阳公主对她根本不感兴趣 可对父皇决定的事情 她不喜欢也不能反对 高阳公主气愤之余 从结婚那天起 就不接纳丈夫 婚后不久 公主到郊外的领地打猎 结识了被选为 大唐西域记撰写人的 汴姬和尚 汴姬长相英俊 又保有学识 当时只有二十一二岁左右 公主大约是十五六岁 两人即产生了密切的关系 而且持续八九年之久 唐太宗得知以后 怒发冲冠 立即下诏将汴姬处 以腰斩的旗刑 汴姬被处死后 唐太宗表面上没有处罚公主 却无限期地禁止她入宫 高阳公主心中 由此充满了对父皇的憎恨 高阳公主彻底变了 她虽然从对汴姬的追念中 走了出来 却彻底堕落 她与僧人秩序 僧人惠弘 道士黎皇等人日夜瞎细 对此房仪爱不但不闻不问 反而和高阳公主的这些情夫们 结为兄弟 唐高宗即位以后 高阳公主与房仪爱勾结 夜庭令 陈选运 窥探朝中动静 唐太宗的女儿 巴林公主的丈夫 柴令武 吴王李克 太祖李渊的女儿 丹阳公主的丈夫 薛万彻 太祖李渊的六子 金王李渊景等人 也满腹牢骚 他们便勾结在一起 联合起来形成一股 反对唐高宗李治的势力 阴谋发动政变 推翻唐高宗的统治 永辉四年 公元653年 高阳公主等人 谋反的事败露 被唐高宗一网打尽 长孙无忌审理此案后 唐高宗下令 房仪爱 薛万彻 柴令武等 斩首 李渊景 李克及高阳公主 巴林公主等 君赐死 同时 吴王李克之地 被废为庶人 房仪爱之地遭贬 薛万彻之地 被流放 株连横广 宗氏名王李道宗 已于贞贯二十一年 公元六百四十七年 告老退休 长孙无忌 楚岁良 素与李道宗不和 便利用高阳公主 叛乱之事 对其加以陷害 致使他被流放向州 死于途中 唐高宗打击了一己势力之后 地位从此得到巩固 启用罪臣 恩威并重 以求忠君之事 为了李家江山的安稳 唐太宗 唐高宗父子二人 配合默契 一方面是唐太宗李世民 对大臣治罪 另一方面则是唐高宗李治 对大臣重用施恩 父子二人可谓绞尽脑汁 用心良苦 唐高宗李治 非常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唐太宗在位后期 一般是每三天朝见一次百官 处理日常政务 唐高宗却坚持每天上朝 及时解决各种遇到的问题 唐高宗即位之初 便鼓励大臣们 对有关国际民生的各个方面 多提意见 并且每天召见十个次使询问情况 将其作为一项制度执行下来 唐高宗在执政期间 虽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 也没有表现出特殊的治国才能 但由于他继承了唐太宗的治国路线 本人也比较谨慎 所以政局基本稳定 经济仍保持持续繁荣的势头 人口也在不断增加 唐高宗能接受正确意见 善于纳建是他的重要措施 显庆元年 公元656年 唐高宗询问减轻百姓负担的办法 有大臣指出 不必要的劳役 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 出宫则延误农时 出钱又需花费很多 建议免出一切不紧迫的摇曳征发 唐高宗虚心采纳 唐高宗的善于纳建 成为了弥补他天赋不足的重要措施 唐高宗即位后 严格遵照唐太宗一训 在唐太宗多年的苦心培养下 掌握了一些治国本领 特别是唐太宗的言传身教 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掌孙吴继 楚岁良 李继 于智宁等 都是真贯时代的重要谋臣 对治国都有独特见解和经验 唐高宗初作皇帝的几年 被后世誉为有真贯遗风 唐高宗重用掌孙吴继和楚岁良 拜掌孙吴继为太尉 兼检教中书令 知尚书门下二省市 掌孙吴继辞去了知尚书省市 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体 有人诬告掌孙吴继有谋反意图 唐高宗没做任何调查 便下令把诬告者处死了 掌孙吴继等人忠实执行唐太宗的疑训 继续推行真贯政治 贯彻军填制 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 以师父取势 增加近视科人选 扩大统治基础 掌孙吴继亲自组织编写 唐绿书役并搬行全国 进一步完善了真贯法治 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 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 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 曾一度中断了的修养生息政策 终结了长期对高勾立的战争 顺民情 得民心 唐高宗除了重用俯陈 长孙吴继等人外 还调用了唐太宗死前被贬的李继 贞冠23年 公元649年 唐太宗并威 唯恐李继功高镇主 不臣服继任新军 贬他为谍州都督 又嘱咐太子李治继位后 对李继加以重任 以获得他对四军的忠诚 唐高宗即位后 按照唐太宗遗训 很快召回李继 拜李继为尚书左仆叶 李继接到调令 二话不说 立刻赶往谍州 连家都没回 永辉四年 公元653年 又策败司空 李继可以说是位重要大臣 虽不是皇亲国戚 但他为人深沉谨慎 处处小心 对于皇帝家事一概不过问 唐高宗对他非常满意 与信任 尽贤臣而远小人 使天子成为明君 唐高宗初登大宝 剑术无多 只有依赖于朝中重臣辅佐 使其地位稳固 长孙无忌自不必说 他是唐高宗的亲舅父 利益所趋 省舅必为一个共同体 启用礼计 使他感恩于新君 必誓死效忠 使唐高宗 在重用前朝老臣的基础上 又为自己培养了 新的统治集团成员 灿烂华美的帝国背后 也无时不刻 无处不在地 引现着刀光剑影 和血雨腥风 权力 金钱 荣誉 美色 永远是罪魁祸首 也永远是战利品 正说大唐二十一帝 品味李唐王朝的跌宕起伏 以废后立威信 皇权出世 君临天下 皇帝虽然高高在上 但有时候也需要维护自己的威信 可是唐高宗李治 不遵唐太宗的遗训 以废后来立自己的威信 君临天下第一步就走错 此举直接导致了 后来李家江山的改姓易主 唐高宗在永辉元年 公元六百五十年 立妃子王氏为皇后 王皇后的叔祖母 是童安长公主 美中不足的是 王皇后不能生育 唐高宗刚坐上太子时 他的妃子刘氏 就为他生了长子燕王李忠 李忠也是唐太宗的长孙 所以他出生时 唐太宗大摆宴席 变赐群臣 整整一天才尽兴而归 唐高宗共有八个儿子 武则天生了四个 唐忠宗 唐瑞宗 及李洪 李贤 正是生子元王李孝 杨氏生子则王李尚金 萧淑妃生子许王李肃杰 在母依子贵的宫廷准则下 王皇后不能生养 自然是满腹惆怅 唐高宗即位以后 王皇后渐渐失宠 永辉二年萧淑妃得宠 为了巩固皇后的地位 王皇后在舅舅中书令 柳氏的劝说下 企图立燕王李忠为皇太子 因李忠之母刘氏地位低贱 希望他被立以后 能够与皇后亲近 从而巩固王皇后地位 为了达到目的 中书令柳氏去请求太尉 长孙吴继和左朴叶 于智宁等人 长孙吴继 楚岁良等人同意了他的提议 并向皇帝提出了这一建议 唐高宗 唐高宗答应下来 并在永辉三年 公元652年 立十岁的长子李忠为皇太子 以长孙吴继和楚岁良为首的大臣 在唐太宗生前受一令辅政 唐高宗即位后 长孙吴继 楚岁良等大臣同心辅政 初登大宝的唐高宗对他们颇为尊重 公吉已厅 君臣之间同舟共济 一起度过一段平静的日子 时间一长 唐高宗对处处以前朝老臣 辅政大臣自居的 长孙吴继楚岁良等人 见声不满 与他们时隐时现地 产生了一些冲突 唐高宗在永辉六年间 决定废后一事上 毅然与顾命大臣们决裂 王皇后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不甘心萧淑妃得宠 于是将武则天弄到唐高宗身边 却不料弄巧成拙 唐高宗与武则天的结识 是在唐太宗晚年并重时 唐太宗在他的寝殿侧 安置了一处院落 让太子李治居住 李治在父皇的寝宫外 陪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和同样侍奉唐太宗的才人 武则天有了私情 贞冠二十三年 公元六百四十九年五月 唐太宗驾崩 武则天因没有为唐太宗生育后人 与其他诸如此种状况的工人一起 被送进赶叶寺削发维尼 永辉元年 公元六百五十年 唐太宗周年忌日 唐高宗李治来到赶叶寺进乡 二人相见旧情赋盟 王皇后知情后 为了打击萧淑妃 她鼓动唐高宗将武则天纳入宫中 武则天进宫后 为报答王皇后对他毕恭毕敬 言听计从 王皇后十分高兴 于是一有机会便在唐高宗面前称赞武士的种种好处 使唐高宗越来越喜欢武士 很快便封他为昭仪 随着武则天的日渐受宠 王皇后达到了排挤萧淑妃的目的 但武则天却又使他惶恐起来 于是王皇后又把矛头指向了武则天 武则天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永辉五年 公元六百五十四年初 武则天生了一位小公主 很讨人喜欢 王皇后也一礼前去看望 他走后 武则天残忍地掐死自己的女儿 轻轻盖好被子 以待陷害王皇后 唐高宗来看女儿 武则天装出很高兴的样子 带她来到床前掀开被子 一见女儿死状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唐高宗十分震惊 赶忙追查 听宫女说王皇后刚来过 唐高宗大怒 武则天又趁机大进禅言 王皇后有口难辩 加上她久未生育 唐高宗于是下定了废后改立之心 唐高宗要废立皇后之事 以为百官共之 在朝廷内部围绕皇后费力 分为两大阵营 李义甫 许敬宗 袁公渝 崔义璇等人 成为唐高宗费力皇后的支持者 而作为另一派的辅政大臣们 却非常反对 长孙吴继等人 认为王皇后出身名门 忠厚贤淑 不应清费 武则天出身寒威 又曾侍奉过唐太宗 立为皇后不合礼仪 然而 唐高宗却不愿采纳 长孙吴继的谏言 楚遂良剑 劝谏无效 叩头流血 气恼地提出辞官归田 就在唐高宗左右为难之时 李继对唐高宗说 皇后费力是皇上的家事 不必去征求别人的意见 在李继的支持下 永辉六年 公元655年 10月 唐高宗下诏 以王皇后 萧淑妃 谋刑震毒的罪名 将二人废为数人 王皇后和萧淑妃 被废之后 关在别院内 处境悲惨 唐高宗事后 偶然发现他们 萌发了同情之心 武则天得知此事 立即令人将二人残杀 唐高宗身体不好 性格上也显得懦弱 这给武则天 创造了机会 对王皇后和萧淑妃的惨死 她也无可奈何 王皇后的母亲及兄弟 被除职为名 远留岭南 事隔一周之后 唐高宗下达了 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书 经过皇后费力事件 贞贯时代留下来的 元老派大臣 除李济外 其他大部分被罢免或疏远 长孙无忌和楚岁良等 均遭贬斥 后来长孙无忌和楚岁良 都死于武则天之手 而支持武则天 做皇后的李义府 许静宗等人 则组成了新的统治集团 唐高宗在废后一事上 可谓大作文章 他出作皇帝时 在各方面多依靠 长孙无忌 楚岁良等老臣 但随着已尽而历之年 唐高宗也不想再被他们左右 必然要组织自己的 新的统治集团 那些支持者 必然会借机得势 而向长孙无忌等大臣 不能认清形势 不懂得激流涌退的道理 意图永久牵制天子 最后只能落得个颠沛流离 甚至伸手易触的结局 为谋求皇位 武则天打击陷害一己 懦弱昏庸的唐高宗李志 听信谗言 使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盟冤 李家江山在政治风雨中 开始飘摇 唐高宗登基后 长孙无忌敬拜太尉 知尚书及门下二省事 长孙无忌再三辞谢 唐高宗仍令他以太尉 同中书门下三品 当时长孙无忌和楚岁良 息息辅政 竖进梁策 唐高宗也理尊二人 虚心纳贱 故永辉之政 百姓复安 有真冠之遗风 正当君臣同心 正通人和之时 武则天回到了宫中 武则天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 她回宫后 就嫁祸王皇后 使唐高宗被激怒后废除王室 立她为皇后 唐高宗深知费力皇后 乃朝廷大事 必然会招致大臣的反对 经过仔细斟酌 唐高宗决定 首先争取全高望重的 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 不久 唐高宗携武则天 亲拜了长孙无忌的府邸 长孙无忌见盛驾光临 深感荣幸 连忙设宴款待 席间 唐高宗欣然任命 长孙无忌宠击所生的 三个儿子 为朝散大夫 并将随身带来的 石车金银珠宝 和零罗绸缎 赐予长孙无忌 借着九亿 唐高宗几次提到 王皇后没有儿子 暗示长孙无忌 支持自己 废后另立 长孙无忌终于明白了 唐高宗和武则天 此行的真正目的 在长孙无忌看来 武则天曾经侍奉过先帝 万万不可立其为后 亵渎王室 况且 王皇后是唐太宗 和长孙皇后亲自选定的 更不可随意废除 但他不便明确表态 便洋装糊涂 频频转移话题 唐高宗和武则天见状 只得样样而归 武则天又让母亲 杨氏出面向长孙无忌求情 也被长孙无忌 婉言拒绝 与此同时 善于政治投机的 礼部尚书许静宗 未向武则天献媚 多次游说长孙无忌 均遭到长孙无忌的 严厉斥责 使得许静宗十分难堪 永辉六年 唐高宗不顾长孙无忌 楚岁良等朝廷重臣的 强烈反对 断然将武则天 立为皇后 武则天对长孙无忌等人 在异后知识上的强硬表现 怀恨在心 他考虑到长孙无忌 是唐高宗的舅舅 又有左命大公 一时颁布倒塌 便先将与长孙无忌 志同道合的楚岁良 贬为潭州都督 后又降职为爱州次使 不久 楚岁良在爱州 经越南清华一带 忧愤而终 曾经反对唐高宗 策立武则天为臣妃的 世中含怨 被诬陷于楚岁良 前谋不轨 贬为郑州次使 终身不准入京朝拜 不久便足于贬帝 王皇后的舅舅 原吏部尚书柳氏 也从荣州次使 再贬为向州次使 接着 武则天暗中命令许敬宗 寻找机会陷害 长孙无忌 以泄私奋 显庆四年 公元六百五十九年 洛阳人李凤杰 告发太子贤马 伟继方 牵查御使 豫朝 交通朝贵 横比维奸 唐高宗 并中书令 许敬宗和世中新茂 将他们拘捕审讯 阴险狠毒的许敬宗 趁机滥用酷刑 逼迫伟继方 供出长孙无忌 伟继方不愿诬陷忠臣 自杀未遂 许敬宗 便诬奏伟继方 与长孙无忌 企图谋反 使朝廷大权 归于长孙无忌 由于事情败露 才惊恐自杀 唐高宗听后 吃惊地说 舅舅受小人挑拨 或许会产生一些隔阂 何至于要谋反呢 许敬宗回答道 我对此事 进行了周密调查 长孙无忌 谋反的迹象 已经十分明显 倘若陛下 还持怀疑态度 恐怕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长孙无忌可就不同了 他助先帝谋取天下 众人佩服其智慧 任宰相三十余年 众人敬畏其权威 万一事情爆发 陛下派谁去阻止他呢 现在我们及时查出 这个奸贼 真是简直的庆幸的好事 我担心长孙无忌 知道违纪方自杀 窘疾而谋反 朕必一呼 同恶云集响应 势必危及设计大业 接着许敬宗又举出 随朝重臣与文化级举兵叛乱 倾覆随事的历史事实 说得天性懦弱的唐高宗 不寒而栗 所以下令许敬宗 进一步仔细审查 当晚许敬宗 并没有进行复审 而是秉承武则天的旨意 精心编造了一套谎言 第二天入朝 许敬宗上奏欺骗唐高宗说 昨夜维继方已经对勾结 长孙无忌谋反之事公认不讳 我问维继方 无忌乃至亲 累朝宠任 为何谋反 维继方回答说 无忌曾经参与 请立梁王中为太子的事件 梁王被废后 无忌深感不安 遂蓄意谋反 我参宴辞壮 咸相符合 请陛下速将长孙无忌 收捕正法 唐高宗闻言含泪道 即使舅舅谋反证据确凿 朕也绝不忍心杀他 否则天下之人会怎样议论朕 后世之人又会怎样评说朕呢 许敬宗见唐高宗仍然犹豫不决 就进一步煽动说 伯昭是汉文帝的舅舅 也是汉文帝的有功之臣 伯昭不过犯了杀人之罪 文帝就令文武百官 身穿素衣 为伯昭哭丧 然后令其自杀 至今天下之人 仍称赞文帝为贤明的君主 先帝与陛下 对长孙无忌可谓恩重如山 他却忘恩负义 阴谋叛逆 其罪行与伯昭不可同日而语 幸而奸行暴露 逆挡伏法 陛下为何瞻前顾后 迟迟不做决定 古人云当断不断反寿其乱 长孙无忌乃今日之奸雄 可谓王莽司马懿之流 陛下若再优柔寡断 我实在担心 变生走夜 那时可就追悔莫及了 唐高宗本来就是个 没有主见的平庸之主 此时听许敬宗引经据典 言辞又颇恳切 便对长孙无忌谋反之事 信以为真 竟不再亲自提审长孙无忌 便下诏削去长孙无忌 太尉的官职和封义 出为扬州都督 并前使发周刺府 并远送往乾州 经四川蓬水县安置 许敬宗又奏称 长孙无忌谋反 由楚岁良 柳氏韩怨等购删而成 于是唐高宗下令 追削楚岁良官爵 韩怨除名 楚岁良儿子 燕府燕冲 于流放爱州途中被杀 长孙无忌之子 秘书剑驸马都为长孙冲 除名流放岭南 武则天 不满足于唐高宗 对长孙无忌等人的惩处 又在唐高宗面前造谣 诽谤挑拨离间 昏庸的唐高宗 便令许敬宗等重新审 和长孙无忌谋反之事 在武则天的授意下 许敬宗等暗中派其亲信 中书社人原公渝 赶往处州 逼令长孙无忌辞议 可怜开国元勋 就这样含冤而死 许敬宗捏造贡状 还奏唐高宗 唐高宗见贡状中 牵连多人不禁大怒 遂下令将韩怨 于贬锁斩绝 韩怨已经去世 被开官陆施 武则天借此冤狱 又触斥长孙无忌一派的 官员二十余人 清除了平时不肯 依附自己的朝廷大臣 从此朝政大权 一步步落入他的手中 司法与边士 文质武功 惩妇遗风 皇帝两件大事 一是为百姓办事 以安民心 二是维护皇权的稳定 对皇权构成威胁的 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在唐高宗时代 国泰民安 武则天是威胁皇权的一个潜在内部因素 但还没有构成直接威胁 当时经济繁荣 国力强盛 唐高宗对外征伐 消除威胁皇权的外部因素 使李氏家族的政权 得到了很好的巩固 唐高宗与唐太宗相比 有他突出的一面 唐太宗晚年迷恋金丹 而唐高宗对长生之术 则持非常冷静的态度 他从不迷信胡僧的长生药 唐高宗曾说 国有不死之人 金皆安在 与其相反的是 唐高宗对医学非常信任 唐高宗身体状况一直不好 他对于御医的治疗积极配合 即使是在他的头上扎针流血也不介意 他还命令宰相组织名医 修订了唐本草一书 唐高宗的虚心采纳 可以说是唐太宗政治作风的再现 唐高宗即位一时 立即停止了对辽东高高厚立的战争 及土木工程的营造 使人民得以修养生息 唐太宗时的正式唐 在唐高宗时 以平章式同三品等行宰相式 参加正式唐 一决军国大政 他们品位不高 易于控制 唐高宗继承了贞冠时期 疏阔的法律 唐高宗向大理寺卿 唐林了解 现在监狱中关有多少犯人 唐林回答说 有五十多个 只有两人需要处死 唐高宗对囚犯如此之少 死罪率低的情况表示满意 唐高宗又去视察监狱 发现里面很平静 没有囚犯成皇帝视察之机 喊冤求救 他感到很奇怪 便问囚犯是怎么回事 得到的回答是 朝廷的处置都非常恰当 我们并不感到冤枉 这一犯罪率较低的情况 与贞冠时期相比是一脉相承的 唐高宗时期对于法律建设 也十分重视 唐高宗时的永辉律 在武德律和贞冠律的基础上形成 也是最后的唐律 著名的唐律书役 即在唐高宗永辉四年 由长孙吴继等大臣修订而成 相对来说 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 也是公平公正的 只要有国家存在 就一定有法律存在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一个国家的政权 要靠法律才能得以实施 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论调 限于法律是由统治阶层所制定的 必定有为其服务的优越性 皇帝是封建王朝中 整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权力至高无上 皇帝的统治意志 是通过法律来实现的 又以陈辽作为他执行法令的工具 为了确保皇帝的权力 及其人身的绝对安全 李唐王朝在法律上 做了严格规定 反属违反君为陈刚的 危害皇帝的犯罪 包括谋反 忤逆 大不敬等在内 都属于罪大恶极 必将被处以最严厉的刑罚 所以唐高宗时期所制定的唐律 也只是一部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法律 它始终贯穿着以礼为主 礼法结合的精神 它按照礼法的原则将人分为若干等级 每个等级的人按照其地位 遵守不同的法律 被统治阶级赋予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 其中当然有很多内容 都是维护等级特权的 但无论如何 制定了法律之后 便有了处分坏人以及办事的依据 唐高宗时期的唐律书役 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 封建形式法典 同时它也是中国古代法典的 楷模和中华法系的代表作 在世界法治史上 具有很高的地位与价值 唐高宗时 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影响很大 全国人口从真冠时期的布满300万户 到永辉三年 公元652年 已增加到380万户 永辉五年 公元654年 粮食大面积丰收 国家疆域在拓展 疆土面积达到最大 增强了国力 改善了民族关系 由于国力持续强盛 在唐高宗统治时期 进行了一些对外战争 战争扩大了疆域版图 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 促进了中外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 西域是唐朝苦心经营之地 贞贯四年公元630年后的 大约50年中 公元630年至公元682年 东突厥国陈属于唐 唐朝利用投降的突厥军队 作为先锋 在西域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正式开始了对西域的经营 在伊武 金哈密 善善等国 沉浮于唐朝之后 唐朝又于贞贯十四年 公元640年消灭了高昌国 建立了西州和安息都护府 接着又陆续剿灭了 燕齐 秋祠 书勒 于田 等二十几个西域小国 确立了以安息四镇 为核心的西域统治体系 安息四镇在当时是指 秋祠 金新疆库车 书勒 金新疆喀什 于田 金新疆和田西南 燕齐 金新疆燕齐西南 安息都护府则坐落在秋祠镇 唐高宗于永辉六年 公元655年 派遣大将陈之杰 领兵攻击沙波罗 可汗 从此连年用兵西域 至唐高宗显庆二年 公元657年 唐大将苏定芳等大破西突厥 及沙波罗奔什国 金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 西突厥王 唐将整个西域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下 在中亚岁叶川以东至昆陵都护府 以西至猛池都护府 都隶属于安息都护府 原臣服于西突厥的 昭五九姓等中亚诸国 也纷纷归附唐朝 唐朝的直接统治 已经延伸到帕米尔地区 唐的版图在唐高宗时达到最大 唐朝对西域的管理 不仅是屯垦戍边 而是实实在在的开发和统治 首先在西域建立了 十分完善的军政管理机构 以都护府为最高行政机关 下辖军事和行政两大管理体系 官有定员 职有专人 其次 着眼于综合开发 使各方面建设相辅相成 因地制宜 既推行屯田制 又在东江地区 引进内地的屯田制和租庸调制 对昭穆的屯迷 实行租电制和分城制 军事上推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 使驻军部队 担负起屯垦戍边的双重职责 三是尊重各民族的利益 不搞民族歧视 任命其本民族的首领管理 其内部事务 各少数民族不必向中央政府缴赴税 这些政策 使以安息四镇为中心的西域地区 繁荣兴旺起来 与李唐王朝同时兴起的 还有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帝国 吐蕃兴起后 对安息四镇的兴旺 寄予了很久 并于贤亨元年公元670年 对安息都护府发动了第一次攻击 拉开了与唐朝争夺西域的序幕 唐朝与吐蕃的争夺 使安息四镇数度一手 武州长寿元年 公元692年 唐武威军总管王孝杰 与武卫大将军阿史纳中杰联兵攻破吐蕃 使安息四镇的争夺战暂时告一段落 从唐高宗到武则天时期的62年间 唐朝在西域与吐蕃 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拉锯战 终于将唐太宗时期打下的基业保住了 吐蕃受挫后 也承认唐朝的实力 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不再进犯 唐高宗时期最大的军事举措 当属征伐高沟吏 当时在辽东北和朝鲜半岛分成三国 高沟吏 百计和新罗 前锋元年 公元666年 高沟吏全臣 官号美之 盖苏文病死 旗子南生 纪长国事 他的另外两个儿子驱逐南生 南生恳求唐朝发兵相助 唐高宗任李继为辽东道行军总管 率军东征高沟吏 李继作为军事统帅立下了赫赫战功 总章元年 公元668年 李继大军渡辽水 一路连结 直抵平壤城南扎下大营 一跃有余 攻克平壤 高沟吏王高藏投降 唐朝供货167成 69万7千户 至此高沟吏国叶 属地至九个都督府 一百县 设安东都护府同管整个高沟吏地 自隋文帝以来 屡伐高沟吏无一成功 唐太宗御驾轻征 也因天寒少粮而无功罢兵 唐高宗此番命李继老将出马 陈高沟吏内乱 加之指挥友方 一举讨灭了东边这个多年难拔的钉子 从征伐高沟吏的战果来看 唐高宗派大将苏定芳 李继 刘仁轨 薛仁贵 经营辽东 最后兵为平壤 凯旋班师 并在辽东设立九个都督府 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 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唐高宗完成了唐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 唐高宗时期军事上取得的胜利 及文化上的强盛 被周边一些小国称之为文化大国 在他们心目中 李唐王朝拥有着显赫的地位 唐朝一展大国雄风 使边疆稳定 统治政权也得到了很好的巩固 在维护李家江山的安全方面 唐高宗李治可以说是一错再错 以废后立威信是其第一错 唐政与武后则是其第二错 武则天插手朝政 并逐渐架空了唐高宗 当唐高宗醒悟过来后 抛出了善让这一杀手锏 但为时已晚 善让失败 最后 唐高宗将皇位传给了太子李显 总算保住了李家的江山 但是 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 武则天在刚开始做皇后的一段时间里 对唐高宗百依百顺 他生性聪慧 又有很好的文史修养 当他的皇后地位巩固 并拉拢了一批心腹之后 他便开始插手朝政 通过直接处理政务 武则天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新的认识 他的处理往往也能使唐高宗感到满意 渐渐地 他开始控制唐高宗 甚至唐高宗的一举一动 都受到他的监视 显庆五年 公元六百六十年冬 李治开始生病 头痛眩晕 两眼模糊 难以主持日常政务 上朝时 往往委托武则天代为处理 唐高宗把正式委托给武则天 一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佳 苦风眩头重 勿不能逝 处理国政不能不有所依靠 二是由于武则天自身素质高 与他在正式处理上 有很多共同点 武则天处世皆称之 使他能够得到唐高宗信任 并最终伪证于他的主要原因 武则天做了皇后 就是母仪天下 能够得到很多政治便利 在唐朝适风开放 女性参政的障碍 相对较弱的情况下 皇后也能够参与国家政务 因此可以说武则天参与朝政 也是出于唐高宗的意愿 从临德元年 公元664年底 唐高宗每逢上朝 武则天都垂帘于后 无论政事大小 唐高宗都会与他商议 朝野内外都功称二胜 从唐高宗上元元年 公元674年起 皇帝称天皇 皇后称天后 这样一个帝后同尊 并称二胜时代的开始 始于唐高宗撒手人寰前的十年 武则天当上皇后 并不满足 他废掉了旧太子李忠 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李鸿 立为太子 李鸿虽是武则天的亲生子 但由于他为人宽厚 曾替萧淑妃的女儿求情 引起了武则天的不满 又在许多事情上 与武士政见存在分歧 所以武则天并不喜欢他 上元二年 李鸿报死 成了千古之谜 之后 武则天的次子李贤 被立为太子 李贤习武 资质聪颖 唐高宗非常喜欢他 武则天对权力的无限愿望 使他感到太子李贤 是自己的一个障碍 同时又担心李贤 有朝一日登上大桶之后 对自己不利 于是他找借口 将李贤贬出京城 后又将其赐死 最终 武则天一个雍诺的儿子李贤 祭了太子之位 唐高宗委托政事与武则天 虽然心甘情愿 但也不是完全放任 唐高宗病情加重之时 他让太子李显监国 带他处理国政 而不是完全依赖武则天一个人 在唐高宗的帝王生涯中 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一直亲自处理国政 他不仅在永辉年间勤勉国事 每日上朝 而且及时到了永淳二年 公元683年三月 也就是临死前的几个月 仍然关注朝廷宰相的任职状况 不久 唐高宗病死 李显在临前即位 唐高宗临终一言 让宰相配言辅政 凡军国大事 有疑难处 可听从天后武则天处置 唐高宗死时56岁 埋葬在京陕西前县 前陵墓 血雨腥风女黄鹿 武则天 武则天称得上 具有雄才大略 他在位期间 天下大志 国家富裕 社会持续发展 但武则天生性毒辣阴险 他在政治风云中纵横驰骋 身后留下了斑斑血迹 当政期间 因政治的需要 他对自己的政敌大加杀戮 甚至对自己的亲生骨肉 也因政治因素而大开杀戒 他的一生 正如千秋之后的无自卑一般 令后人南下定论 李氏家族真是丈夫当皇帝 妻子也能当皇帝 可谓举世无双 令人叫绝 入选宫廷 缘起唐太宗 受宠唐高宗 男人只有征服了天下 才能得到女人 女人只有征服了男人 才能得到天下 唐太宗李世民征服了天下 所以得到了既美且会的武士 但是却为李家江山 埋下了隐患 唐高宗李治被武士征服 所以李家江山改姓易主 武则天出身于一户生意人家 即当时所说的寒门 唐高宗李渊进阳起兵时 武父是军须官 建唐后被封为功臣 其母是随宗室宰相杨达的女儿 四十多岁才做了武士霍的续贤 他一共为霍家生了武则天姐妹三人 武则天在姐妹中排行第二 武士霍去世以后 杨氏母女长寿到武士霍两个儿子 袁庆袁爽的妻午 生活十分艰难 唐太宗长孙皇后去世的第二年 开始在天下物色美女 武则天因貌美被选入宫中 做了唐太宗的才人 他当时只有十四岁 唐太宗卧病期间 太子李治长时间陪逝身旁 武则天也侍候唐太宗 武则天比李治还要大四岁 也许是李治对生母长孙皇后太过依恋了 有一种恋母情结 于是他与武则天之间有了私情 唐太宗驾崩以后 武则天与其他没有声誉的妃嫔 一起被送进了赶夜寺 一年之后 以为皇帝的唐高宗李治到赶夜寺进乡 再次遇到了武则天 两人旧情复燃 当时后宫的王皇后 与萧淑妃为争宠而勾心斗角 在王皇后的操纵之下 武则天重返宫廷 武则天作为王皇后的一张牌 与王皇后结成了一条战线 武则天极力讨好王皇后 对王皇后卑躬屈膝 毕躬毕敬 使得王皇后美美在唐高宗面前说他的好话 武则天先被唐高宗封为昭仪 后又封为臣妃 唐高宗在武则天这里得到了无比的欢愉 而且他发现 与武则天之间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后宫是武则天所熟悉的地方 多年的生活经验 使原本聪慧的他更加富有心计 武则天作为唐太宗的才人 从一个出色适室的少女逐渐成熟 不过这一时期他并没有得到唐太宗的宠爱 武则天既没有为唐太宗生养子嗣 自己也没有得到升迁 身宫生活的寂寞 使武则天慢慢品味到了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对于一个不甘于现状的人来说 倒成了一种受用不尽的财富 肖淑妃在武则天与王皇后两者的强大攻势之下 渐渐失宠 武则天很清楚自己的地位 明白王皇后不过是想利用自己 一旦自己不再起作用 王皇后必然会将矛头指向自己 正如武则天所料 王皇后看到武则天取代了肖淑妃 而得到唐高宗的宠爱 又想拿皇后的身份来对付她 随着恭维斗争的扩大 武则天也已经不再满足做一个妃子 他的目的是要入主中宫取代王皇后 武则天决定先发制人 武则天生了一个女儿 他利用王皇后按理智探视新生婴儿之机 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女儿 然后嫁祸王皇后 对此非来横祸 王皇后纵然浑身是嘴 也无法说清了 唐高宗大为恼火 永辉六年公元655年10月 下诏废王皇后而策立武则天 武则天终于以她的手段与心智 如愿以偿地成为后宫之主 不久她就将已打入冷宫的 王皇后和萧淑妃害死 对于那些反对立她为皇后的大臣 她也同样进行了报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